薄言 我还以为你去上班去了呢 这是在干吗呀 陆太太 这是陆总为您准备的专用车 来 我带您参观一下 慢点啊 这里是会合区 出外景的时候啊 可以临时办公 这里是烹饪区 即使在荒郊野外 也可以做上一顿美食 这里是卫生间 陆太太 这位是保姆小菜 她毕业于新东方烹饪学校 获得国家劳动部颁发的 高级技术制成 精通八大菜系 无论陆太太走到哪里 都可以品尝到 五湖四海的地道美食 陆太太好 您好 这位是萧勇 她是您的专职司机兼保镖 特种兵退役 一直负责陆氏集团的保安工作 格斗 驾驶 侦察 反侦察能力 都是一流的 她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时 保护 保护陆太太的人身安全 陆太太好 你好 这是陆总为您订的 头等舱机票 我们分两步进行 地面部队先行 陆太太稍晚些时候 坐飞机出发 我们在洛川机场会合 然后开车去剧组酒店 薄言 这是在干吗呀 这呆都干吗呀 有没有 就让她着煮 起来 我 你 家伙伴 是 我 好了 我老婆想要低调一点 各位先回去吧 工资照算 谢谢陆总 好 两位跟我来 好的 不言 那我们说好了 以后我再剧组 你不能随便来找我 也不能查剧组的信息 更不能给剧组投资 不然 我又会成为那个 被特殊照顾的对象 你想得挺周到的吧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 发生任何事情 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行吗 你放心吧 也陆小溪在 拉钩 盖 张 对了 我在剧组 不方便戴这个戒指 你就暂时帮我管管吧 不行 把它戴成 不是说好了 不能曝光我们之间的身份吗 那好吧 那 我送你去车站 好吗 嗯 走吧 好啦 宋军千里终需欲别 你赶紧回去上班吧 嗯 你好好照顾自己 按时吃胃药 等我回来 嗯 走了 嗯 拜拜 嗯 注意安全啊 啊 周杰要走了 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早睡早起 多喝水 多吃饭 少喝酒 少熬夜 就这下 不要想忘了 我走了之后 你给我老实点听到了没 人在 真错在 人往真错吧 哦 这也差很多 拜拜 拜拜 哎 小夕 姐 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我在这儿等你啊 走吧 走 两位老师这边请 我是组里的生活制片 叫我少年就好了 少年 这么老还叫少年 苏老师 这是您的房间 小夕 这是您的房间 来 来 房凯 谢谢 谢谢 以后要是生活上有什么事儿 二十四小时找我 随时待命 好嘞 拜拜 拜拜 少年 我 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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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组生活终于开始了 简啊 这版剧本你修改得不错嘛 我很满意啊 谢谢郭导 行 我带你去见一下其他主厂 走吧 拿好我的杯子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咱们新来的编剧 苏简安 简安 这是咱们另外两个编剧 静静和小敏 来来来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苏简安 以后请多多指教 你好 你好 带你去见一下女一号 来 张一好 张一好 来 简安 这是咱们的女一号 韩若曦 韩若曦 这是咱们编剧 苏简安 来 你们俩沟通一下啊 需要有什么剧本修改的地方呢 然后呢 你也配合一下 雨童扶着凌峰逃到路边 用异能打开了一辆黑色轿车 两人快速进入车内 驶离现场 消失在夜幕之中 郭导 你觉得这段这么修改怎么样 可以吧 行 那我继续 嗯 郭导 剧本唯独怎么能不叫我呢 若曦啊 你能来当然最好了 坐坐坐 来 坐 来 坐 郭导 我觉得苏简安改的地方有点问题 我想微调一下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也觉得有点淡薄了啊 还好只是微调 微调就是大改啊 女主动机缺失 未能有效贯穿 导致女主形象太弱比较摇板 人物成长状态不明确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的情感产生了变化 第十九场 完全没有设计感 重新改一下吧 女主太弱智了 这么改的话我完全没法演啊